不过现在又传出党产会之所以可以精确的掌握国民党的金流 全是因为调查局介入帮忙 而届时如果由行政院成立接管小组 万一中投跟新玉台留下的财务黑洞 这岂不是就由国库买单吗 党产会主委顾立雄表示 一旦接手就要马上清查清楚 不当党产委员会确定要将国民党的中投和新玉台公司转为国有 不过现在却传出党产会动作这么快 背后原来有调查局在帮忙 接受广播节目访问言下之意完全合法 但政院将成立接管小组 国民党的金基姆中投跟新玉台公司合计将近156亿资产 等于断了国民党钱卖 但这两间公司牵涉的股权跟转投资复杂 有没有已经被乾坤挪移留下财务黑洞呢 收归国有的风险不是没有 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它至少净值是大于负债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黑洞 你问我我当然没有干嘛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所以我想国家进去接管之后 那当然进一步当然要去清查所有相关的合约 党产会追不当党产一步步逼近 等于断了国民党钱卖 加上国民党启动大财源计划 决定解聘738位党工并回聘其中310人 对于大批党工将面临失业 薪资资遣费跟退休金问题 顾立雄说国民党依法可以申请动用党工退休金 及资遣资金 因为他事实上他现在是说我全部资钱 才需要到15亿 假设你资钱一半 那事实上89亿就够了 他的目标是在维持400个党工 那要资钱到400个党工 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经费 我们帮他算过是 现在在冻结的这个款项里面来 资因是绰绰有余 认为国民党老早就在喊寿生 只是拿党产会当借口 也表示处分书会在29号送出 换句话说 送达后次日30天起 中投行与台将正式全转为国有 不过国民党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届时祭出法律战后 这场党产大战还有得攻防 欢迎讯论林志鹏 吕佳恒台北报道